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剛才說俄烏戰爭,現在又要繼續說俄烏戰爭 未來這半個小時都會說俄烏戰爭 這件事情又是可能會變成嚴重的災難 是國際原子能機構通報的 國際原子能機構就說 紮波羅熱核電廠附近 有爆炸聲 即是核電站附近發生了強烈的炮擊 其實這是嚴重的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 格羅西 他就說了 三星期之前 格羅西去紮波羅熱核電站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地區有明顯的 軍事準備的跡象 現在他對這個核電廠就非常擔憂 這個紮波羅熱核電站周邊 其實應該要做一些安全區 其實 國際原子能機構也不是第一次呼籲 其實之前是呼籲過的 但是 交戰的雙方都是非常糟糕的 我也要講清楚 不只是俄羅斯壞 烏克蘭也是壞的 這件事情 交戰的雙方 其實某程度上都不顧地球人的死活 即是將那些 兵器 軍人 那些東西 就塞在 這個紮波羅熱核電站那裡 俄羅斯有做過 烏克蘭也有做過 其實雙方都有做過這些事情 其實就 你說這樣做有什麼危險 擦槍走火 其實是很容易會拿東西的 還有一個核電站 這個紮波羅熱核電站 據我了解的設計 跟切爾諾貝爾 是很相似的 可以說是同類型的東西 不過當然它是更新過的 裡面有些 系統那些 是比切爾諾貝爾更安全的 但是是同一類的東西 大哥 如果爆起上來 那會怎樣呢 那就是 歐洲全包散 其實就是 一個現實問題就是歐洲全包散 如果會全包散的東西 為什麼你還要在周邊 就是 搞一些 就是軍事 的 裝置 其實聯合國 其實一早就說過了 就是 在紮波羅熱核電站 周圍搞一個非軍事區 其實雙方都是不理 雙方都沒有理聯合國的呼籲 其實上年 九月的時候 已經出來說了 其實就是 為什麼要搞一個非軍事區呢 其實就是因為 有可能會爆到像切爾諾貝爾那樣 這個是現實問題 有可能會爆到切爾諾貝爾那樣 不是 不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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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紮波羅熱核電站 就是俄羅斯實際控制的 俄羅斯實際控制 那俄羅斯 他們有沒有把軍備放在周邊 現在是有 現在有 之前呢 就是烏克蘭他們 他們也有 也有 那些軍事的東西放在那裏 那 其實紮聯斯基 一早就有說 俄羅斯 你在那個核電廠那裡 駐紮部隊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 其實 紮聯斯基 他們那邊也有做這些事情 最初 這個地方 還沒被 俄羅斯的軍隊佔了之前 其實 裡面 也是有 烏克蘭的軍人 不過他們很快就失手了 其實 但是 紮聯斯基當然是他失手了 很快就譴責 這個 俄羅斯的行為 俄羅斯現在 有不少的 軍人和軍備 都是堵在核電站那裡 那你說有沒有危險 我就告訴大家 是有危險的 這個 是絕對有危險 還有 還有 炮擊 就是烏克蘭有沒有炮擊 核電站周圍 烏克蘭是有的 根據我們看得到的資料就是有 俄羅斯有沒有炮擊 它周圍 也有 就是根本 雙方都不是很理會 大家的安全 其實就是 聯合國 就是 核監督機構 這個國際原子能機構 其實去年已經說了 就是搞這個非軍事區 劃回一個圈 就是核電廠 如果你真的打到 射到的話 實在太危險 就是如果你搞一個非軍事區 其實 可以幫助到 就是世界其他 某些地區都試過 不是沒有做過 好像 朝鮮 和韓國 它有一個非軍事區 因為非軍事區 其實就沒有打仗了 當然沒有事 就是和平 這件事 如果出了事的話 其實 大家都大埔領落 尤其是在歐洲的人 根本 沒有辦法 正面去應對這件事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 還有一些事情在發生 也要跟大家說 就是 烏克蘭呢 他們的盟友 就在 德國 的空軍基地 那裡開了會 那裡叫做 Ramstein Air Base 開會 那麼 俄羅斯 就打了 烏克蘭14個月了 那麼現在西方的人 當然要想一下 如何可以 扔多一些支援 給烏克蘭 那麼之前 這個斯托爾滕貝格 就去了烏克蘭 就是這個北約的大佬 斯托爾滕貝格 秘書像 進去了 烏克蘭 那麼 這個斯托爾滕貝格 就說 烏克蘭最終會加入北約的 這樣 哈哈哈哈 現在他這樣說 其實真的是 大糟糕的 其實 那麼 托爾斯基 他星期四的時候 也有呼籲 他說 烏克蘭要盡快加入北約 要快速加入 哈哈 托爾斯基怎麼說呢 他說 你請我們烏克蘭進入這個聯盟 其實現在應該沒有障礙的 現在是 反正現在大部分北約國家的人 和大部分烏克蘭人 都是支持 烏克蘭進入北約的了 現在是時候做出相應的決定了 哈哈 即是 如果現在進入了約 直至跟俄羅斯打仗 哇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是大糟糕 哈哈 其實 北約現在已經做了什麼呢 就是 向烏克蘭提供軍事人道主義 中間的財政援助 這幾個東西 但是沒有真正被烏克蘭加入北約 因為 北約有第五條 就是任何一個國家 給外面的人打的時候 其他國家就會 一定要跟他 撐到底 現在 烏克蘭 就有一大塊 被俄羅斯割了 那 是不是要拿回那些地方 北約就要犧牲很多人 幫他拿回一些地方 就是大膽禍 俄羅斯現在的做法 就是把烏冬地區吞了 其實 不要說是克里米亞 他連烏冬地區都吞了 當然有些地方還在打 但是他吞了 他就說我們先搞個公投 割了 自願加入俄羅斯聯邦 現在這件事 看得到一件事 就是 有些人說話 我認為已經不理會後果 就像斯托爾特會格那些 斯托爾特會格也好一點 他說他最終都會加入北約 最終是什麼時候不知道 那俄羅斯聯邦就說 現在要馬上加入 怎麼加入呢 全世界 都不想你們繼續打下去 現在你會不會馬上去 馬上去打 西方和俄羅斯 如果是就大膽禍 但是有些花邊消息也要說 路透社報導 就是德國國防部長 Boris Pistorius 那麼 這個公佈 德國和波蘭和烏克蘭 簽了一項協議 就在烏克蘭建立 就是 用於 和俄羅斯軍隊作戰的 炮式坦克維修中心 這個中心要一年花多少錢呢 每年 就要花1億5千萬到2億歐羅 5月底開始就營運了 資金鏈已經達成了 這個就是 很開心 為什麼說很開心呢 就是烏克蘭國防部長 奧利斯 Resnikov 他跟 德國 那個大佬簽約 就是剛剛那個Boris Pistorius 他們兩個都很開心 拍照 很開心和不得了 喏 你說那些炮式坦克 就是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投入作戰 如果他到了 五月底 才會有維修中心 那就是最快都要五月中 他們才會去 還擊的 其實就是 我們剛才說過很多例辦 可能令他進軍很困難 喏 英國國防部 他有情報更新 就是 昨天公佈的 他們 就是4月21日 他們當地時間 他就說 烏克蘭大部分地區 現在 就是 地面很鬆軟 已經有嚴重的泥漿問題 這樣就可以減緩 衝突雙方的行動 這樣 烏克蘭的來臨季節 就是 秋天 到初春都會有 那麼 那麼 歷史上呢 就 令到 一些軍事行動 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那麼現在 有些已經進去了 烏克蘭的 就是領先頭部隊 現在是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呢 就是那些泥板 根本就是 嚴重影響進軍 嚴重影響 那麼英國國防部就說 未來幾個星期 地面的情況會改善的 那麼 俄羅斯的媒體 現在就誇大了 這個泥漿對烏克蘭軍隊的影響 他這樣說 不過呢 英國的評估就是 地雷的威脅就是限制 這個 就是戰鬥人員 越野機動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 就是地雷的問題更加嚴重 是他所說的 那 剛才講到加拿大 不見了兩千多萬的黃金 或者貴金屬 那加拿大交稅的蠻友 周五的時候也有一個宣布 加拿大政府 就是為烏克蘭提供 三千九百萬家園 的一男子計劃 那麼 裡面是給什麼 這個 烏克蘭呢 裡面有 40支 追擊步槍 有對港機 還有呢 就是直接給北約 去支持基附 那麼 捐款是佔最大部分的 捐款 就是 三千四百六十萬家子 就會放進烏克蘭 綜合援助計劃信託基金 那麼 加拿大國防部長 這個阿姐 Anita Annan 她就承諾了 她說 加拿大會給額外的援助 這個烏克蘭 短期和長期繼續和烏克蘭並肩作戰 加拿大向烏克蘭 承諾了要給的 八部炮裔主戰坦克 已經給了她們 還有就是 部署了 這個 就是 軍人去訓練 當地的軍人 那 之後會怎樣 不知道 真的不清楚 真的不清楚 之後會怎樣 這件事情 其實 很快會升溫 我覺得在俄烏之間 就是 之前的希望 應該泡湯了 希望習主席可以令她們不動手 其實應該是不行的 現在 看到現在 這個情況 應該是 不可能的 俄羅斯方面 有一個訊息 就是 俄羅斯有政黨 提出了一個新提案 就是 將個人收入超過1200萬 奴報 即是 年收入是14萬7千美元 俄國富裕公民的 所得稅稅率提高2% 這筆錢 就會用來 支持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 這是俄羅斯國家通訊社 塔斯社的報道 這個措施 建議在額外稅收的資金 支持 那些士兵和他的家人 那 俄羅斯其實是有他的問題的 他賣石油 西方國家現在限價 那麼 印度也會限價 其實在某程度上 即是西方 他定了價錢之後 印度人一定會跟俄羅斯說 我是給這麼多而已 多一點也沒有 那麼 俄羅斯也會照賣給印度的 即是那些 原油那些 限價也會照賣給印度的 那麼印度其實很肥仔 最近印度真的肥得不得了 因為他收了那些俄羅斯原油 就練完 在 國際市場那裡 因為印度沒有被西方制裁 那些 賣那些成品油出來 柴油 汽油 很多都是在印度出口 印度真的肥得不得了 在這件事情上 那麼 俄羅斯還有另外一些東西出口 就是那些小麥那些 他去印度也是特別便宜的 就是我們這裡也留意到 就是 看到那些貨物在頂上 為什麼是印度來的 是的 印度來的 怎麼這麼厲害 那麼 那 國威爾就說 澤南斯基新界會上升 要多謝加拿大 這些東西 他有沒有貪了一些錢 暫時沒有證據 不過遲些可能會爆出來 他是有貪的 有貪我也不覺得奇怪 因為 我早就說了 就是烏克蘭俄羅斯這兩個地方 他們都是貪腐得很厲害的 他們都是貪腐得不得了的 他們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貪腐 那麼 所以我就說這件事 都是大那一件事 其實就是 那麼 講到這裡 俄烏戰爭講到這裡 然後回來也是講俄烏戰爭 就是 美國究竟覺得 烏克蘭是不是真的可以打贏俄羅斯 就是先解答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哈哈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 如果有人回來我們再講俄烏戰爭 休息一會 再講俄烏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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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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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